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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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 和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內密关anor 律戰 大家都知道 Due, 現時一直反亂 也有極邪惡的政權 就是藍稅 之內 所以我們已經說 那些 eli 你認為 是 一類的 一類的 資gi 說 我想再問一下,在這個動盪的時代,然後去想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人會說,其實惡蘭自己本身都是猶太人,可能受到納粹的迫害 會不會說這個身份驅使了他有這些CR,還是其實他自己會反對 覺得不關事,我不是這樣想的 我想他的思想和歷史事件相關,他不認為哲學應該好像以前那樣 針對著西方哲學的傳統,歐洲哲學的傳統,柏拉圖,聖酷胡斯丁,康德 來加以詮釋住所這麼簡單,當然他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哲學的神學訓練 因為他博士論文就是寫這個聖酷胡斯丁,大家都知道關於愛的概念 但是他認為哲學對於他來說,他更加會覺得是一種思想 這種思想是回應歷史事件,是歷史事件發生了之後 改變了我們一些人類很基本的經驗,改變了整個時代的經驗 對於他來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等等 所以他認為哲學必須要發明一些新的概念去分析這些新的事件 極權主義這個題目,不單是政治科學,社會科學裏面的一個關心的問題 亦都是他自己一個很原創的思考 施設商惡蘭除了比較理論的文章和論著之外 是有一些好像是時平式的論著,甚至可以見到他整個想法 我等一下會說一下,他有時不喜歡叫自己做教學家 甚至拒絕這個稱號 每個人都不肯認 每個人都不認 每個人都不認 每個人都不想搞 但我意思是他有很多原因 其他原因當然包括了他不覺得完全是一個 我們現在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一個離地的理論那麼簡單 一來是回應歷史,甚至是回應他當時身處的環境 所以他會叫自己做政治理論家 所以你見到有時有些文章,甚至好像是時平式討論 當時某一些當世的政治位置比較近的歷史問題 這也反映到他整個理論取代就是 就不只是傳統處理西方哲學那一種問題 是真的回應當代那些政治歷史事件 不過我就會覺得,因為我們哲學節目 總要為自己辯護就是 其實他只是講了一種很特別的哲學理論 他是不滿意過去的哲學理論 通常那些人的表達 很多都是的,我們發覺在哲學史上就是 每個人都不認識哲學家 其實他們是想跟過去的哲學家 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關心的課題 劃清界線 但後來的人再研究他 其實他又在傳統裏面產生一些東西出來 你割離了 你當然可以說他不是跟那些哲學家一樣 但你說他完全不是哲學家 有時又可能反而會障礙了我們去了解他 之前說Fuqaul也是這樣 有很多雷彩 雷彩都有這個類型 有新穎看法的人都會這樣 每個人都跟哲學割席的 但其實就是講一些很特別或者很新穎的哲學 所以我們都可以從這裡開始講 因為他就是 我就當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哲學家 我會比較這樣想 所以他會第一就是跟過去的哲學傳統 剛才Jacky也有提過 劃清界線 其中一個就是他不喜歡那麼離地 你可以說簡單來說 以前的人比較著重思辨 想把所有東西記住 就算講行動 講社會生活 講政治實踐制度 那個基礎 都是擺在一個可能 一個理型的世界 一些終極普遍永恆不變的原則 那些 那麥彩就比較要著地重視的現世 所以這裡有一些區分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逐過那些 topic 跟著去講 就是相對於以前的人 如果重視一個叫做 重視思辨的人生 人是理性的動物 作為一種思考的能力 理解的能力 他會強調人的行動那方面 他會對行動去一種很特別的理論 有些看法 他會將行動分為 譬如勞動、工作 和一些所謂政治實踐活動 那一會兒我們會逐個討論一下 然後他會認為政治實踐運動 在某些活動 是對人來說最重要最核心的 一種類型的活動 那爲什麽呢 有什麽特性呢 對比之前那兩種他們有什麽關係呢 那這個都是其中一個主題 而從這個我們就會進入 或者跟著後來 最後那部份就是講 和極權有關的一些東西 因爲我們 即是不同的人 對極權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批評 那我們集中講 惡蘭的看法的時候 他就會是 即是我覺得 就是他建基於 他對那種人的行動 的理解 的一些特性 和重要性 而極權主義 某意來講就是 握殺了某些對人來說 最重要的東西 令人過不了一種 所謂人的生活 要過一種非人的生活 扭曲人性 或者就是在這個框架之後 去討論 好 我想我們首先要進入的部分 就是可能 惡蘭如何理解人 什麽來講 對人很有價值 很重要 其實他和以往的哲學家 有什麽分別呢 因爲我想我們 可能讀開undergrad 大家讀的時候 都不會讀惡蘭的 也不會讀惡蘭的 就是我們很不腳踏實地 我們不做實事 沒錯 我們就是坐在這裏 Armchair thinking 但是其實 惡蘭和這些 就加了什麽分別呢 我想 例如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可能是 帕埃圖 我想在他心目中 對他來講就是 什麽叫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世界 就是我們透過不斷思辨 或者數格拉底 透過不斷思辨 然後去到那個 在彼岸的理形世界 但是惡蘭和他們 有什麽分別呢 那個分歧在哪裏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想剛才Roger 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行動這個概念 在Hannah Arendt的這本書那裏 英文conditions 1958年出版的這本英文的書 它德文版就叫做Vida Activa 就是指行動之中的生命 因為它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 就是我現在想分析的 不單止是 你剛才所說的思辨裏面的生活 Vida Contemplativa Thinking Life 不單止是一個純粹思考 我在那裏分析數學的問題的時候 或者分析社會問題的時候 那些思想方式 並且更加重要的 跟人過去哲學一直都忽視的 就是對於人的行動裏面的生活的分析 那究竟行動是什麽來的呢 它講的行動 並不是一般說我們做某一件事 Doing Anything Doing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而它對於行動 就是Active Life 行動裏面的生命 是作出一個很精密的理論 它就將行動分成三個 就是廣義來的行動 分成三個範疇 一個就叫Action 真的行動 另外兩種就不是真的行動來的 只是做一些東西而已 另外兩種就是所謂Labor 勞動 勞動 以及去做Worker 製作 製作的事情 它認為勞動和製作 不是真正以下的行動 真正以下的行動 或者是最高貴的 反映到人的特質 你可以說最高貴的 最深刻的 會帶來最深入影響的 那些就是真正的Action 那什麽是真正的Action 這個我想可能我們需要進一步去解釋這個框架 或者我可以說一下 惡蘭頭兩層 剛才說過Labor Work是什麽來的 我們下一節可能有時再說Action那一層 就是很簡單的 Labor那一層就好像我們平時滿足 就是它有這樣的假設 就是人是有生命的 我們有一個生理的生命在這裏 因為生理生命是需要一些條件 才可以繼續Sustain下去 比如例如要吃東西 最基本的 要有基本的安全保障等等 那Labor呢 它的理解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滿足你的生理條件 要做的事情 譬如來賺食 原始人就是打獵 採摘果子 甚至有些耕種等等 或者是建屋 保護自己有個安全的居所 這個叫Labor 所以這個意義下 它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的項目 因為 如果你的生命完了 你有生命的話 你一定會有的 因為吃飽了 就會再餓 有東西賺食 所以它永遠不會完的 這個意義下 你可以說Labor是人的其中的免許 即它不會說人沒有這個免許 人是有的 絕對有的 生理生命要維持下去做的事情 另外做第二層的 第二層它叫做Work 剛才Jacky做製造 Roger有時候做工作 不過現在我猜 多些人也做製造 是因為很強調的是什麼 做些東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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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第一層 Labor對應那個人的條件 它叫做 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的生理生命 動物性那方面 是的 這個第二層面 人有另一個面向 它叫做Worldiness 就是我們有個世界的 就是我們人會做一些東西出來 即是那些東西 譬如我們會製造一隻杯出來 然後拿一隻杯出來 然後一些東西 作為 object 作為成品 製造出來 我們叫做Work 我們第一層是不同的 因為第一層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的過程 也沒有東西放在世界上 改變的就是我們可以持續我們的生命 但第二層是真的製造了一些東西出來 持續地放在世界裏面 是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 變成了世界的一部分 這就是第二層我們人都有的活動 我想我們這一節就很簡單地交代了人幾個很重要的面向 以及與之相應的行動 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講講其他的面向 歡迎回來第二節節學有繼傾 我們繼續講講樂蘭怎樣講我們人類不同的活動 是否有些補充 是補充一下 剛才提到所謂labor和work 就是勞動 就是製造的 勞動 因為以前很多不同的 譬如馬克思過很多勞動 其實跟厄蘭講的就很不同 就是厄蘭用得很窄的 勞動只是講一些維持生物性需要的東西 所以那個是一個第一 剛才嚴肅也提過一些 不斷餓了又要再吃再吃 直至死亡才可以結束這個 如果你要維持生命 而且這個是一個很個人的行動 基本上是你自己找東西給自己吃 當然你可以跟人合作 但你關心的都是自己的手師 這個是用來維持個人的基本生存 而製作 剛才講到 即急一點 剛才我們最後補充了兩句 就是我們製造一些東西 第一就是 當然包括一些很具體的物件 譬如杯碟 剛才舉例 但譬如最大一些 有些抽象一點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藝術 詩谷 即那些都會是 這樣東西就是它構成一個世界 我們說 即它建立一個場所出來 讓人在裏面可以從事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再進一步 即跟著第三層 我們說的所謂action 即它指的就是政治的行動 其實就要有個舞台這樣 所以在這裏 對樂蘭來說 這個你製造一些東西 其實是建立一個比較穩定的世界出來 即製造的工作 然後人就可以在裏面互動 然後去做一些對人來說 更加有特色更加重要的東西 所以第一就是這幾樣東西 其實是都很重要的 即勞動和製作和政治的活動 行動都是重要的 但是呢 前兩個 就比較像是提供一個必要的條件 讓第三樣東西可以進行到 即首先你這個人要生存到 才可以再追求些什麼進一步的 理想高尚的行為表現 第二就是 你只有一個人在這裏都沒有用 我要有個setting 就好像其實情況是 但是勞動就是令到我們有一些人 可以去 即是你要做台戲這樣才算 有些人在這裏 有演員才可以 但是每一個演員 就這樣看他 他只是一個獨立的個人 沒有戲的這樣 第二你要有個場景 有個舞台 讓他去 在那裏演出 扮演自己的角色 發揮自己 表現自己 但是你要有個台 要做些東西出來 當然 那個人死了 就沒有人去做這台戲 你沒有舞台 也都不會有一台戲 但是如果那些人 只是有個人在那裏 他不斷維持自己的生命 都不會有台戲的 你製造一個舞台 很多東西都準備好了 然後那些人再不斷 只不過是繼續找食物 來維持生命 繼續製造很多道具 但是沒有人做戲 也都不行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最後那裏 某程度上 就是那個action 其實好像就是那個靈魂 在這裏 我也補充一下 雖然頭兩層 嚴格言 雖然有時候都牽涉其他人 但是你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頭兩層 那兩個Vida Activa 那兩個活動的生命 或者我們活動 是不是必然地牽涉其他人 某個意思 就是我可以 我自己維持自己的生命 就是第一層在勞動那裏 第二層在製作上面 我自己當然有時候會合作的 但是這不是本質上 一定有少許其他人 我可以自己做的 而這個就會跟我們接下來說的第三層很不同 第三層他接下來會說的政治行動 是必然地 以岳蘭的理解 是一定是與其他人一起發生的 牽涉其他人 如果我們回顧岳蘭 經常用那個舞台的比喻 如果剛才要說的做台戲 就算你有戲也好 除了要有舞台 有生命可以繼續做 之外 一定要有觀眾 和互相觀眾、互相演員 互相 大家的觀眾和演員 這些是第三層才有的 而頭兩層不是必然牽涉這件事 於是是特別的 在這個意義下 我相信應該也有興奮到 所以頭兩層 岳蘭會相信 或者覺得 那兩層其實 不是真的在說自由 或者不牽涉真正的自由問題 待會我們都可以開始 就是他們三層才會有 所以 還有製造那裏都有一個特色 是他 我做一些東西 總是首先我有個目的 我想做些什麼 然後就運用一些方法、手段、工具 去做些東西出來 所以是一種目的手段的 這樣的心態下 去進行的一些活動 而講政治行動 是有些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 如果你在政治行動上 都是用這種方式 或者人的所有生活 都只是這種類型的活動 就會有某些問題 對他們來說 我想 我也很同意你們所說 在岳蘭對於行動 行動的那個看法裏面 他甚至 其實有很多角度去想這個概念 其中一個角度 你們提到就是 他認為行動必然是攜手行動 Acting Concerts 或者Joint Action 你可以叫做 攜手行動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這樣解讀他 就算只有我一個人發表一些 在公開場合裏面發表政治的言論 或者發表不同的意見 回應其他人 批評其他人 讚同其他人 諸如此類 但是這個行動 亦都包含言語 行動一定連繫言語 即使我一個人去做出這個行動的話 但是這個行動是邀請其他人去回應 同意不同意 參與 開展更多的攜手行動 的一種這樣的做法 即是他潛在地 邀請其他人參與其中 你可以同意 可以反對 支持他 所以在他的講法裏面 他有時甚至會說 在歷史上我們見到很多 就是比如說1956年 匈牙利的革命 或者其他革命裏面 社會上有一群人 哪怕是很少數的人 反對政府的一些做法 但是他們在匈牙利革命裏面 是被鎮壓 但是這些反對者 這些所謂的意見分子 他們的行動 他們所表達的觀點 聲音等等 仍然是一個 不容被忽視的力量 或者是權力在那裡 而他們的聲音 不單止在當下的那個時空裏面 是發揮著一些效應 並且我們今天 可能想起 原來匈牙利革命的時候 他們爭取的是 自由 反抗壓迫 原來在1989年 11月的哲黑的天鵝勇革命裏面 這個我看不到 1989年 但是其實他們想要的是 自由 對於我們今天來講 對於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來講 這些過了去的行動 言論 攜手的行動等等 仍然是呼應著很多人 對於自由的想法 他後來有一篇文章叫做 自由是什麼呢 就是 freedom to be free 即是說他創建一個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我不是只爭取我個人的自由 我想吃什麼東西 我想有什麼商場給我去消費 我想有自己怎樣的lifestyle 就是說我創建一個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 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的時候 也就是真正的平等 因為如果有些人是自由 有些人是不自由 也都是沒有所謂的平等 所以他認為行動的一個很基本的條件 就是只有在行動裡面 人才可以變得自由和平等 換言之就是說 跟傳統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就是我們不是假設人在state of nature 自然狀態裡面 人生而自由和平等 John Locke 甚至是Hussault 勞梭的傳統裡面 他認為只有在行動裡面 人才是自由和平等 我自己比較傾向這樣去解釋這個行動的這個概念 但是當然行動還有其他面向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剛才說的頭兩層就是Labor and Work 經過Jacky的解釋之後 就看到第三層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一層 他要修正的就是 只有這層才稱得上是Political 即是政治 頭兩層是不會是的 所以跟現在第一層 跟我們原本的現在很多講政治的 概念的用法很不同 現在我們可能覺得 譬如有個威權政府 即是有個政府 在沒有經過人民同意 或是沒有討論過之下 頒布某些法例 譬如收多少稅 起一條什麼路 這些我們覺得就是政治 但在惡蘭的想法裡面 他不會這樣叫政治 政治在他的理論裡面 某意思上面有一個技術用語 就是只有第三層去叫的 才叫做政治 而回到剛才Jacky的說話就是 這一層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攜手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從頭兩層很不同 就是一起攜手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其實他是某意思上 追回希臘的傳統 就是為何他會這樣 界定政治才叫那層呢 是因為他在說希臘成邦時的生活 Politics這個字 英文 其實追滿索源的字 在希臘文裡面 叫Polis Polis即是希臘的成邦 他會說 那個成邦的時候 那些人有某種生活 是很值得我們享望追求的 但是後來沒有了很多時候 就是 當然那時候因為他有奴隸制 所以 Labor和Work那場 是有一些奴隸去負責了 於是你可以說 滿足頭禮場之後 那些希臘的公民 citizen 那些成本的citizen 就有足夠的空間 free from that necessity 進入一個公共的領域 就是由私人領域 進入公共的領域 就是它叫做political的那一層 在那一層 在那一層大家一起 好像一個舞台一樣 就是互相去說服大家 演說 用我們的言行 去說服其他人 去接受我們的說法 但是他對面聽眾 但是對面又會做分演員 去說服我 好像一個舞台一樣 我們互相說服之後 就嘗試形成為一個理性的共識 就是我們一起攔手行動 就像Jerky剛才說 在這個意義下 他才叫做action action也給了一個技術用語 就是不是我們平時說的行動 是這個意義下 政治的含意下 才叫做行動 而這樣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個層面可以改變世界 我們一起改變很多東西 在這個意義下 要體驗到人的全面自由 這樣才可以真的說到 他覺得自由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個東西 就是吃飯那樣 那些是令你繼續生存 然後你生產一些東西 讓你有個空間 有一個舞台可以去演出 但是為什麼那個演出 在什麼意義之下 就是你講演戲 當然演出最重要 但是跟人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對人這件事來講 是這麼特別 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因為 例如吃東西作為動物 就人人一樣的 所有人都是人 所以他總有某些共同的 尤其是動物性方面的需求 肚餓要吃東西 頸殼要喝水 但是每一個人同時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俄羅人來說就是 他有每一個個體 都有他的個性 獨特性 每一個人的存在 他是表現著他自己獨特的一面 而且這一面是一種創造的靈能 他很強調一個概念 叫Netality 就是西方很多智慧家 尤其是海德嘉講死 蘇格拉底教你 讀哲學就是學習 怎樣去死 但是他會強調生 包括Netality 是birth 出生 由無到有 一種創造力 而且有一種對未來 你不知道會繼續發展下去 會變成怎樣 就是因為個個不同的人 其實你在一個世界 不同的地方 時代出現 他都會有一個很獨特的觀點 去看這個世界 而重要的就是 令到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一個機會 和一個好的空間 社會條件 去發展這個能力 去每個人 活出自己的個性 所以他很強調 由這個引申 就是一個所謂叫多元 Polarity 這個概念 這個是對他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人 獨特的地方 不是吃得飽 穿得暖 不是穩定地 大家想同一樣的東西 而是每個人有機會 他未必要很不同 但至少是經過自己的思考 從自己的觀點出發 你到最後可以認同相同的東西 但是問題 都是要經過自己的觀點過濾 所以這個對人來說 就很獨特 所以如果你整個 譬如剛才我們說 勞動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跟賺食有關 如果簡單你說 但是你說 如果你整輩人 就只是賺食 其實你作為一個人 這種生活 對你來說 就不理想 因為人最獨特 最有價值的表現出來 所以我想說回 為什麼他要限制Politics 這個字 他要用在地三層 貿易思想 就是他覺得 古希臘城邦時 有某種很精彩 人類 展開人類高貴的 一面的一種生活 就是一些公民 互相說服 在一個多元 大家尊重大家的不同之下 嘗試去攜手合作 Action in Concert 而這個Politics 城邦裏面有的生活 就是城邦 城邦就是Politics 是我們後來 慢慢Politics 變了之後 那個規定隱含了 淹沒了 看不到人類 其實可以有一個面向 而他強調為何要這樣去理解政治 就是可以發覺在外面 其實人可以有 但不一定有 所以不是人的本質 因為可以不存在 而事實上我都沒有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未必會 所以 我想時間都差不多 我想補充可以留下 下一節 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講講 惡蘭其實怎樣理解我們的行動 第三節 我們繼續講講惡蘭怎樣說政治 剛剛我就不小心停止了Jacky 不好意思 現在給你一個時間 補充一下嚴肅的話 我想回應一下嚴肅的想法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歐洲哲學 或者德國哲學 是很多時候會想回西方民主的源頭 就是古希臘雅典這個城邦 公然前五世紀 是四世紀的一段 所謂民主的時期 但是其實在西方歷史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短的一個時期 其次就是事實上 惡蘭也都會發現 在西方的歷史裡面 不單止是古希臘的雅典 羅馬共和 近一些的就是 直至現代的法國大革命的期間 以至二十世紀初的這個 蘇維埃的政權建立之前的革命 這些法國大革命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的革命 它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 人民自發組織起來 去到攜手行動 表達對於政權的不滿 表達它自己的訴求 這個也是表達了這些人民自己 它的獨特性 distinctness 它想要什麼 它不再接受 傳統的法國的社會的層級制度 就是設達三層的制度裡面的壓迫 它希望平等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的革命運動 同樣 是它們期望公入農民 和資產階級平等 這是一種希望所有人平等 希望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 對自由的盼望 在這一點上 其實對於Hannah Arendt來說 就是行動的一個很純粹的一個表達 因為它不是為了 你剛才說 不是為了滿足勞動的需求 不是飲食 滿足生理需求 也都不是要製造一件物件 那麼簡單 它們追求革命 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政府那麼簡單 特別在法國大革命裡面 它持續地革命 它因為 因為未能夠改變社會的不平等 希望 社會智者特別是 希望進一步的革命 希望更加激進的革命 當然也都有很多很壞的後果 但是先不說那個問題 所以行動 好像剛才所說 它不只是為了一個目標 在Hannah Arendt裡面有一個概念 叫做行動的歷程 process character of action 行動的歷程很重要 那個歷程就是說 我們參與在裡面 為了這個歷程裡面 變得更加豐富 為了令到和其他更多人 去攜手這樣的行動 為了令到這個攜手行動裡面的所有人 每一個人都盡可能 去表達自己的獨特性 在行動裡面 我們是第二次出生 我們不是 我們生出來是男仔、女仔 在某一個性別、無性別、諸如此類 但是我們在行動裡面 我們是第二次出生 其實我的說法就是 我們不斷參與行動 今天可能是這個行動 下一次可能是這個行動 這個國家的革命 之後的革命 諸如此類 每一次行動都是一次 重新出生的機會 所以這個出生是無限的 從這個角度講 歷史是不會有終結的 對於它來說 歷史就是我們可以去更新 我們過去的遺傳 我們是承襲下來的那些事情 我們可以改變它 但這個改變也不一定成功 因為它不一定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 而可以這樣行動 所以我也同意 覺得很好 我覺得剛才的補充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 所謂的neutality 那個概念 跟birth有關 第一 當然我們要成為一個人 首先你要出生 這個所謂是第一次的出生 作為一個生物體 但是人不只是停留在這個階段 所以它還未成為一個成熟 或者完整的人 即我們很多時候要講 培養一個人 就是要令他成就到 一個成熟的人格 這樣表現到一些人 獨特的性質 那對岳蘭來說 這個就是在他從事那種 所謂政治活動 那個過程裏面 就真的將人的獨特性 可以展現出來 之前都好像是一個 潛在的人 只不過是去到那裡 即背胎就是潛在 作為生物體的人 但是生了出來 一個小孩 或者甚至你是一個成年人 但是如果你沒有機會 去自由地將你的個性 充分展現出來 你依然不是一個人 是你的意思 有缺陷的 我們可以對比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所謂第二次的再次出生 所以它強調出生的創造 也是成就人很重要的 所以政治行動很有趣 就是和自由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第一就是 真正的政治行動 當然是一個自由的行動 你被壓迫 被強迫做一些事情 這個不自由 就不算是那種 對人來說最獨特的行動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這個政治行動 要可能的條件 又是自由 某個意義之下 要一個自由的環境 容許它可以表現自己 因為有時 你能不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 是和周圍外面的很多限制 有一個關係 所以這裡我想帶出 我回應一下 就是惡蘭最初 她說不叫自己做自學家 我覺得起碼有兩個原因 是她會這樣說的 也跟剛才那裡呼應一下 第一就是她很強調行動 她覺得傳統的西方自學家 是比較著重思辨的思考 她當然不會不做 她作為理論家也會做 但她更強調在思考中 是她體現了某一種行動 所以她譬如說自由 她不是說 譬如以前會說 有沒有自由的意志 說自由 思想的自由 但惡蘭的自由很有趣 是體驗在一個行動上 某意思上就是即行動即自由 她不是在行動的過程中 就體現了一種自由 當然這個行動是要與人攜手 是一齊展現出來的 但她是在行動中展現的 所以她跟傳統自學家是不同的 在這個意下她不叫自學家 第二就是她都說 這種攜手行動 要有某些條件 才稱得上來真的行動 也稱得上來為何是政治 就是在於 剛才Jacky說的就是 我們要尊重那種平等 equality 亦都回應 Roger最初說的 她要尊重人的 purity 人是有不同的 distinctness 是不同的 我們本身 所以這個位置是很不同的 就是她會覺得有時候 傳統在西方自由太強調 要找一個一的答案 例如說 怎樣是一個理想的成邦 怎樣是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 例如公義 好像有一個答案 要打壓根 但她重要的強調 不僅是那個答案要追求什麼 那個對方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 重要的是我們首先承認 人是多元而平等的 一個沒有壓迫自由 沒有coercion 是自己自發 大家互相參與的情況 我們嘗試去說服大家 然後她形成一個共識就是 尊重這個每個人的平等 和獨特性之後 去尊重這個propriety 最後形成一個join action 這個才是政治的核心 也就是自由的核心 在那個以下 她就不會叫自由 當然她一不是最重要的 在那個以下 那個propriety 和那個每個人的equality 是非常要強調的一個位置 所以就沒有一個叫做 任何 即是適用於任何時代 任何社會 一個最理想的所謂社會形態 或者政治的架構 究竟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採納一種 怎樣的社會模式 或者政治的機制 是要看當時的 很具體的那幫人 他們在那個時代裏面 他們自己想些什麼 需要些什麼 面對些什麼問題 因為過時代不同的 而且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需求都有些分別的 而即使在這一刻 我們在一個自由的環境 能夠談到一些事情出來 那不代表他永遠可以一勞永逸 因為你其實 如果談到一個可靠有欲 第一談就未必談到一個 一定談不到一個完美的 不過某程度上 可能會解決到某些問題 但當你解決到某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原本的問題變得不重要 那原本你解決不到那些問題 就變得很重要 或者你解決問題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新問題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能夠有一個好的方法 去過渡到另一種制度 而不是要想一個永遠 你知道去到那裡 就永遠停在那裡就可以了 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裏就很不同 跟傳統可能政治哲學 我們都考慮行動 考慮社會制度 但好像要想一個單一的模式 就算不是人人都要跟 可能都是每一個人 你找回自己的角色 在這個固定的 不變的制度裏面 可能有很多元的 在這個意思之下 甚至他會談制度也好 我猜惡蘭會更加支持一種制度 就是他想辦法 令到我們剛才說的那種 每個人之間的討論 互相影響 可以延續發生這樣的制度 所以他舉個例子 他會反對 他那個年代的 某些代議政制 因為他覺得代議政制 如果是傳統某個舊式 就是我投票 就不用管了 代議事幫我做了 某意思上 就是沒有了 我們整個群眾 一起持續參與 如果是代議政制 代議事 告訴你 如何適合你 那就沒有了那種 體現人自由的攜手合作 我想 剛才這樣說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惡蘭很理想化 政治就是 互相說服大家 平等自由的行動 但是我想 惡蘭也都看到一個 現實政治裏面 一個很惡劣的情況 大家想一下 在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當時的社會有很多的問題 第一就是所謂 大家很擔憂 極權主義 會再回來 就是 蘇聯的體制並未消失 斯大林呢 一直是去到1953年才死亡 才終結 納水消失了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回來 第二個 當時的時代背景就是 capitalism 就是戰後重建 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上面的振興 德國經濟奇蹟 1950年代 是給予大家很大的鼓舞 原來人類可以慢慢 可以離開這個戰後的一個 一個極大的破壞 你想一下當時很多人 可能是家人消失了 或者是家園破碎 城市有代償 特別是德國 在這些環境裏面 然後60年代 樂蘭親身目睹就是 學生運動 無論是法國 德國 或者是美國 他很清楚看到 在這些學生運動裏面 那種他心目中所講的政治行動 並不時常出現 並不時常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聯繫著 學生示威裏面的很多 Strategy 很多 策略的性格考慮 甚至是暴力 堵路呀 堵塞大學廣堂 他自己都被試過 他竟然有一個大學廣堂 被堵塞了 所以他想 他充分看到行動 總是連繫著這些策略的考慮 總是連繫著某一種所謂的暴力 我們覺得很強制 其他人的這種行動 但是他認為 這個是我的解讀 他認為行動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要在這些現實上牽涉著暴力 牽涉著宰濟的這些條件裏面 去找回我們行動的方向 我們覺得行動是為了什麼呢 我們堵塞為了什麼呢 我們佔領一個地方為了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就是他所謂行動追尋的意義 不是製作一個物件 流傳在世界裏面 一直維持下去 古蹟可能是這樣 文化遺產可能是這樣 但是對於它行動和work的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就是行動是打開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不是本身在這裏的 就是這些物件可能一直在這裏 我一會兒就了之後這些物件會繼續在這裏 但是這些物件的意義怎麼來 還是它發揮了什麼意義呢 怎樣發揮更加恆久的意義呢 就是要靠行動 要靠言語 我要告訴給後來的人 我們想知道究竟之前的歷史 之前的人他怎樣爭取自由 怎樣失敗 怎樣痛苦 怎樣遭受壓制 怎樣遭受暴力的對待 但是他們最後怎樣呢 哪些人放棄了 哪些人沒有放棄呢 我們將這個故事告訴後來的人知道 我們成就這個也是行動的意義 所以行動就是我們製作一些東西 就有一些比較穩定的東西可以留下來在這裏 但是這個東西很具體 但是人的行動都是留一些東西在這裏 我透過我的政治行動是留下譬如制度或者影響 但是那是很脆弱的東西 很多時就會被一些東西破壞了或者形成不到 所以這可能牽涉到我們說極權的問題 我想挺有趣的位置就是 剛剛Jacky提了一點就是 我想我們的行動要落實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 原來是受著一些現實的條件去制約 未必一定會出現到的 所以我們人類可以有這個面向的活動 但是可能有些因為某些條件、因素影響了 以至到我們可以沒有政治行動出現 我想這個也跟我們會說到的 極權主義有關 極權怎樣令到我們的政治行動沒有辦法出現呢 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和大家一起分析 回到最後一節之後有話題 我們今集其實是想說極權的 而我們終於可以進入到這個話題 一如我們以往 我們每次都是用三節去說很多 鋪牌 鋪牌 我想不說廢話 那就快點 到底岳蘭怎樣看極權 因為我們今時今日經常說極權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相關的字 就是威權 我們有時候會說這個政府是威權政府 有時候會說這個政府是極權政府 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然後我們可能就從這些分別 慢慢回答一下岳蘭怎樣說極權 可能還是交時間給Jacky 他有本書說的 1951年 就是岳蘭有一本這樣的書 就叫做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大家見到英文Totalitarianism 就會譯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但他的德文裡面 Totalitarianism就是Total Hairshafts 即是指Total Domination Total Domination就是全方位或全面 控制宰制的意思 在他的書裡面這麼厚 就是說他其實有很多分析 但是我以後用很簡單的方式說 撇除一些歷史的元素 就是他認為怎樣去界定一個極權主義呢 他強調的是在這個所謂極權主義的政體 這種政府的形式裡面那些人的經驗是怎樣 他就會特別 就是我以後很簡單的方式說 特別勾勒出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這兩個元素是決定不可的 就是互相聯繫著 第一個元素就是所謂恐怖的統治 恐怖統治 Ring of Terror Ring of Terror 恐怖的統治包括可以很多東西 包括是任意拘捕 將某些人剝奪他的法律上的地位 令到他在社會上銷售 拘捕了之後 剝奪這個人的地位 秘密審訊 運到某一個地方去到監禁 最後甚至滅絕 那麼他有一個很詳細的描述就是 任意拘捕以至將這些人口滅絕 這個過程呢 在社會公眾領域裡面 是大家都意不到的 因為他是秘密地進行 秘密的警察去到進行 納粹的德國我們當然知道 就是這個 有那種SS 我們叫Shtarbo 諸如此類 在蘇聯 史大林統治的時期 同樣有這些秘密警察 同樣有他們叫 Gulag Labour Camps 這個勞改營 勞改營 勞通過勞動去改造的人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勞動裡面就是forced labor 就是勞逆的人 甚至是殺死 殺死某些階級的敵人 與社會主義為敵的階級敵人 自殘階級 就是說 這個恐怖的統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今天可以有更多新的製作科技方式 譬如說在今天有一些研究裡面 Bernettol是另一個討論 他今天就會講Todotarianism 你看到有S的 Todotarianism 複數 Todotarianism 不是只有一種 有很多個面容 有很多個面容 另一個剛才講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第二個元素 就是這個以色形態 他認為以色形態 不單止是一些信念那麼簡單 而是以色形態作為一種運動的方式 意思就是說這個政府不是純粹 權主義政府在說 不是純粹去到灌輸一個特定的以色形態 就是你要信仰亞利安人的種族優越性 或者你要信仰無產階級最終將應該統治世界 它不單止要傳遞一種 我們今天叫做Political Propaganda 不單止傳遞一種以色形態 而是這種以色形態 它會自圓其說 甚至主宰整個政府的運作 所以以色形態作為一種運動 它意思是這樣 而作為一種運動 帶來的很壞的後果就是 政府 人民 和知識分子官員 諸如此類 它完全不考慮實際上的那些 facts 或者 counter evidence 它不考慮其他人的觀點 它不考慮事實 告訴他們 究竟這個政治運動 五年計劃 或者十年計劃 它帶來的惡果是什麼 它不考慮這些 它只是為了滿足這個以色形態的要求 為了滿足上級對於這個以色形態的 執行的要求 諸如此類 所以恐怖統治 和這個以色形態的運動 是兩者的博多帶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極竟政府是極之不穩定 它的法律是形同虛切的 這個就是一個建築很基本的特色 所以我想回應了書名得問名 就是怎樣全面管治 或者宰制我們人類 因為可能是很直接捉了你 或者在思想上它都會牽制你 但是我想回到我剛剛最原初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都會講威權 其實很簡單地講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剛剛講的極權和威權 有一些學者譬如黃林斯 他認為威權是一種限制的多元主義 有限制的多元主義 就是說政府會因應管治的利益 而限制社會上的不同的聲音 但仍然有某一種自在空間 也都可以有經濟自在空間 某一種程度的自在空間 而不是全面的宰制 一個最簡單的建議 Total就是各層面 任何面向都受到一個很單一的 載制的方式 它有一個目的 尤其我會講到經濟層面 甚至在開鏡之前跟我們談過 極權主義其中一個Total 包括了一般來說 包括了可能經濟自由都沒有賣 包括做什麼生意 甚至做什麼工 可能他都會想管制 但是在威權主義 可能這個位置 通常一般而言 是比較容許有自由空間 即是可以自由做生意 甚至這個是獎勵 某一方面我覺得 在很多現實世界的威權政府 你最好努力一點做生意 專心一點做生意 因為這也跟樂蘭說有關係 最好就是以甚至用這個方法來管制你 不過這個 你只肯吃就算了 維持成生活 讓你的私生活擴大 變成了domination 擴大了所謂工 就變成了私生活的擴張者 即是就算表面上 我們剛才說的政治行動 是牽涉一些討論 發表自己的意見 就算是一個極權社會 你也可以發表意見 可以討論 不過有些事情不能討論 有些事情不能說 有些課題不能接觸 那你集中可以說的什麼 很多時候譬如經濟的問題 民生的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令到你可以 你維持到生命就算了 因為我們知道 吃都吃不飽當然很慘 但是是否只吃得飽就夠呢 作為一個人 那對樂蘭蘭說不是 但是對一個統治者來說 如果他是極權的政府 這個就最好 大家 死了我沒有東西統治又不行 那你都留一條命在那裡 但是你太過發展 你吃得飽飽戀 你的人就會撕一些政治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會危害我 威脅到我的政權 所以你又要給他一些事情去做 又要他維持到生命 最好投入在譬如娛樂下就算了 即所有人即使在討論 在大家一起互動的場合裡面 都只是關心自己 最好就是每一個人 都是考慮自己的個人利益 生計 最基本 就算資上我們再考慮娛樂 都是考慮自己 那些什麼發展個性 都完全在娛樂方面 或者吃東西方面煮得好吃一點 就算了 就不要再進一步了 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種全面的管治 極權 其實抹殺了我們的政治的行動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政治就是我們要多元 平等 理性溝通 然後大家可能達到某些共識 但在這個極權管治下 其實壓殺了我們這個面向 我們不能這樣做 你如果可以 最好就是關心自己 你最好就是理回自己的事 然後我們不要再有這些 因為一旦你講這些 一旦你想達到一些 所謂我們講歷史上的一些政治行動 在馬惡蘭眼中的行動 可能他就會覺得你不是反抗 然後我就會抓你 他會打壓你 還有說恐怖統治 剛才提到一些手段 就很明槍 殺你 威脅你 另外說意識形態 其實兩者有同樣的功效 就是令到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什麼政治行動 投入不給 那你做我就殺了你 或者抓了你 但是這樣都很無效率 最好就是你自己不想做 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 令到你認同某些 他想你認同的一些想法 你就不要理事實 剛才說 不要你現在受到什麼威逼 不要理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告訴你什麼是重要 你做的事情就算了 所以很有趣的是 意識形態的問題 即權統治 或者某意識上威權統治都有 就是他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嘗試不讓你某些位置討論 而極權主義就是 他有一個單的意識形態去推薦 那顯示了什麼呢 就是不要有普通性 不要有不同人的自己 人間的思考 所以整體 就是跟普通性 所以第一 就沒有了政治的層面 所以不會有真正義的自由 也不會有真正義的人 否定人性 不比你有某一個 其實很重要的人的面向 但同時會引生到惡難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謂 有些人會譯作惡的平庸 或者惡的浮潛 其實國安法就是這樣 就是他有一次看那些… 就是他後來看納粹審判 一個很重要的戰犯 Eichmann 他審判中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發現他好像一個普通人 普通人 普通公務員 普通公務員 平時是一個好人 對於家庭、朋友的觀念 心理學家他很好 可能很值得讚他 但很有趣 當你問他或挑戰他的時候 他每次在庭上甚至死前 那一刻都只是用回意識形態 他做了些甚麼 他會負責營運 將那些納粹人… 納粹人… 納粹人… 我們 負責運到集中營 甚至是運去 最早是Follow solution 去解決他 但那個特點就是 他做這些事情之後 他好像說 他用回那套納粹黨 給他的意識形態 去回應 甚至他不能夠明白 其他人不能夠明白 我只是打工而已 是嗎 是 第一就是打工 但第二就是 不斷重複納粹 意識形態的用詞 和說法 去理解世界 而這個我覺得 他也是說 這個惡的平衡的一個解釋 就是很普通的人 都可以和大的邪惡很接近 但第二個理解就是 我覺得理論上的影響是 這是病徵 病徵顯示了 你意識形態的管治 或極權的統治 一用意識形態 就要顯示了 不允許有主義 也要顯示了 不允許你有 individual thinking 是不鼓勵你有 最後一本書會說 不允許你有真正的思考 和這個判斷 你一定要跟隨一個 單一的意識形態的思考 不能夠從最根本的地方 去反省制度 威爾生態的問題 於是就出現了 那個惡的平衡的問題 但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面對極權 怎樣回應極權呢 我認為呢 就算我們是反抗不了任何事情都好 或者就算一切的反抗 最終都會失敗都好 他認為呢 在極權主義之下 我仍然有一個自由的選擇 就是不去參與 在一個宰制或者硬迫的體制裏面 不去參與 我不參與 不單止 不是懶惰 或者是 對世事莫不關心 而是不參與 是為了保存我內心的判斷 就是說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判斷 就是 不像Eichmann 我們要知道其他人的苦難是怎樣 我們要知道其他人的觀點是怎樣 我們要知道 究竟所謂的壓迫是什麽一回事 就算我們沒有機會成功也好 但你仍然可以維持一種不參與 而不參與呢 就是維持你的良心 Conscience 當你不去參與的時候 你不需要接受其他人對你的躍制的時候 令人可以維持你真心相信的信念 所以我補出的就是 惡蘭對於判斷很有趣 就是他講的判斷的意思是 可不可以從其他人的觀點去看事情 而你相信整個意識形態就是 你沒有了這個能力 所以他會說 惡的出現其實是欠缺了 第一就是思考 就是從你自己的想法 退後一步去想去反省 第二就是判斷 就是不能從其他觀點去看事物的能力 於是就產生了惡 而惡就會在意下 好像細菌報本的表面一樣 慢慢很容易很快樂傳出去 就產生了一個更加大的惡 就是有些很平庸的東西 都產生出來 我想我們今集其實就和大家講了 惡蘭如何分析極權 以及提醒了我們如何回應極權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些啟發 可以在一個亂世當中保存自己 要看一看 味道 我們將會分析 當然 那麼akh Iran 這麼多細菌 先看一看 好久沒看到 那麼多細菌 我們到處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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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